從歷次的公定會當中,我們也非常清楚目前居民最關心的三個題目 第一,那個交通到底會不會有問題? 特別是文山區的抱怨很多,就說這個交通沒有解決,蓋那麼多公宅幹什麼 這個意見我們沒有聽下去 第二點,很多抱怨公共住宅開發量太大,以廣磁為例 他說開玩笑蓋2800戶太多了,這我沒有聽進去 另外,事實上興隆國宅蓋好以後,我們目前也在想 真的有一天台北市有幾萬戶的公共住宅,到底要怎麼管理 所以我們事實上有用興隆國宅當作Model,開始在做 事實上我們所謂在講台北市的居住正義,公共住宅不是唯一的部分 我們經過整個思考以後,公共住宅只是整個台北市居住政策的一小部分 因為事實上包括這個包租包管 還有這個透過老屋健檢的方式來增加都市更新的速度 還有這個到底我們的租金補貼政策要怎麼訂 特別是房屋的增值稅怎麼轉一部分來做這個租金補貼 我們到社子島的進度報告一下,目前都市計畫 台北市的都委會已經審議通過 那這個在這個月,我們就送進內政部的都委會審議 房屋計畫目前已經送到經濟部在審核 那經濟部已經在轉送行政院在審核當中 環境影響評估,我們不會為了現在突一時的方便 去躲避環境影響評估 那造成以後有人來抗議更麻煩 社子島當然是現住民居住政業 這個我們就保證,不會說因為社子島開發 那本來有地方住的人變成沒有地方住 我想這不可能 那事實上,荷蘭 荷蘭政府對社子島非常有興趣 他們一再表達,荷蘭政府願意對這個社子島的開發 提供所有我們需要的協助 現在在社子島的開發 一個相當程度我們都會參考荷蘭的意見